今天是10月8日星期一,也是国庆佳节结束后的第一周,2018年下半年仅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,娱乐圈明星之间的流量大战也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。 由于这一年出道的新生代流量明星数量太多,只是娱乐圈有限的资源,不能得到合理分配。 许多2017年风光无限的娱乐圈明星在2018年逐渐沉沦,这一年有的明星靠营销炒作保持热度,有的明星靠本丝刷板保持排名,还有的明星只靠作品说话。 那么谁才是当下综合势力指数,最高的娱乐圈明星呢? 跟随小编的脚步,一起走进今晚上架的周一明星势力榜,目前排在榜单前六位的一人一词是蔡徐坤,张艺兴,陆寒,孟美极,邓伦,朱一龙,其中蔡徐坤依靠粉丝花钱刷板稳着榜首。 张艺兴,张艺兴,陆寒携手进前三,邓伦,朱一龙的排名略微有所消滑,昨前是张艺兴,27周岁的生日,极限挑战哥哥们全部发为祝福,其中包括罗志祥,孙宏雷,黄磊,黄伯等等。 虽然极限挑战第四季升官已久,可极限男人帮的有意依旧坚如潭石,不少观众希望可以早日与极限挑战第五季见面。 当然也包括桥编在内,排在第七、第十位的一人,一次是孙怡、黄明浩、TSBOY王志凯和易杨千玺,其中TSBOY双子携手进前十,年纪轻轻的他们,一九出道五年之九。 虽然年纪不大,可黄俊凯和易杨千玺已经不是当年的流量明星,现在的他们更愿意用作品和实力说话,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长,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娱乐圈明星,也许他不是热度最高的艺人,但他绝对是你心中最完美的艺人,2019年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,当下你最看好哪位艺人日后的发展呢?